近些年中澳两国关系紧张态势逐渐加剧 澳大利亚国内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全面抬头 而这些势力积极配合美国的反华主张 不断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向我国发起挑衅 甚至还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 肆意干扰两国之间的正常经贸交流合作 而鉴于目前澳大利亚政府所抱持的对华立场 国家发改委于本月6号在官网上正式宣布 无限期暂停发改委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相关部门 就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 而此举也被外界舆论视为澳大利亚近段时间接连撕毁对华合作协议 我国所采取的针锋相对的正面回击 目前以莫里森政府为核心的澳大利亚联邦 在涉华议题上已经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 由于澳大利亚明年将迎来大选 同时又恰逢西方访华氛围达到顶峰 莫里森政府顺水推舟炮制了众多可笑戏码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4月21号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单方面宣布 该国维多利亚州同我们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无效 并且是以国家安全这种根本站不住脚的理由 单方面撕毁了这份协议 随后在本月2号 莫里森政府下令国防部对中企兰桥集团 租借该国达尔文港口99年的协议进行全面审查 并且放言正考虑是否强制要求中企放弃租赁权 而就在昨天澳大利亚一部分反华议员更是公开向莫里森呼吁 应该取消该国系澳大利亚同我国在2011年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事情发展到这里已经非常清楚 澳大利亚内部的反华势力正在玩一场非常危险且愚蠢的砸锅游戏 他们认为中澳之间的经济往来可以成为澳大利亚要挟中国的筹码 更坚定地认为即使他们反复横跳 中国也不得不选择忍受妥协 因为在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上中国仍旧依赖澳大利亚 可殊不知除了铁矿石这种大宗商品并不是澳大利亚所独有 其他如巴西非洲等地都有丰富的储量 随着我国不断优化铁矿石进口渠道 澳大利亚必然会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 另外澳大利亚大部分对华出口商品也都具有可替代性 但相对的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却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存在 为了保护自身核心利益不受损 我国对于澳大利亚的挑衅行为逐渐加码 此次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也是警告澳大利亚当下不仅是中澳关系跌入谷底 中澳经济也正在快速滑落 澳大利亚应该仔细思量 到底是要经济还是继续抱着意识形态不放 虽然过去一段时间 澳大利亚时常宣称自己在与中国对话沟通上坐冷板凳 但这一次澳大利亚将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已读不回 奉劝澳大利亚早日回头多做一些有利于中澳双边关系的举动 少做图为他人做嫁衣的蠢事 诶 诶 诶